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您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李月琪 国民党经历选举三连败之后 党内混乱就像连续剧一样 先是上演逼宫朱立伦的戏码 逼得朱立伦在回任党主席白日之际 连发了两篇签字文来灭火 里面就强调要自我检讨失败一肩扛起 但还是挡不住蓝营支持者的怒火 后来又传出有国民党中常委提案要改党名 还要改成台湾国民党 这让前主席侯秀柱就痛骂没出席 如果这样想就离开国民党 一番言论其实已经在网路上引起很大的讨论 难道国民党要开始走向分裂了吗 现在国民党路线争议连内部都有反弹的声音 未来还有可能出现哪些剧本 请看我们的采访报道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回锅之后 历经公投补选霸场三书 党内声望跌至低点 两路在脸书发文强调收到许多批评指教 将竭尽所有载野力量力拼2022大选 还引用蒋经国的话 呼吁风雨同舟干苦共长 不管他是提到蒋经国也好 或是提到什么要论书 其实都会让人觉得他提的这些 都是他自己的政治算机的一个部分 而不是真的有需要进行当内路线的改革 蒋经国当时的风雨同舟这句话 所讲出来这句话的时候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台湾遭遇到断交危机 虽然国民党现在也是遭遇到断交危机 但现在的断交危机是台湾人因为不认同国民党亲中 以及在台湾不断扯后腿这样子看不下去的路线 还要跟国民党给断交 台湾激进讽刺国民党已经被台湾人断交 如今大唱情中调跟当初蒋经国反共路线大相径庭 那我认为国民党现在最大的危机 反倒不是什么诸夏寒上或诸夏锅上 因为不管是诸夏寒上还是诸夏锅上 其实他们现在都围绕着所谓的九二共事 围绕着所谓的亲中路线 那只不过是一艘死向中国即将撞冰山的一艘船 换个驾驶而已 但是方向没变的话 其实国民党换任何一个党主席 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国民党分裂及路线问题浮上台面 蓝营内部传出想检讨九二共事主张 甚至该党名为台湾国民党 却遭到前党主席洪秀柱回呛 如果改名中国国民党就变成一个地方政党 而不是全中国的一个政党 其实洪秀柱这段话呢 就跟当初马英九反对台湾进行总统直选一样 他的理由非常简单 台湾是中华民国台湾神 怎么能够进行总统直选呢 意思跟现在的洪秀柱讲说 如果我们改名台湾国民党 我们就是一个地方政党 其实两人的所谓的这种大中国意识形态 非常的微妙微笑 其实很像 这些声音一直都存在 但是国民党一直都没做 那表示国民党内部的结构 一直都是阻碍改革的 洪秀柱的发言在网路上 引起热烈讨论 有网友说洪秀柱说出真话 中国国民党真的不是台湾的政党 也有网友反奉 干脆一个国民党各自表述 国民党就是因为他们的主流的声音 越来越大声了 都是这些所谓的亲中大中华意识形态者的声音 那反而会让中国国民党离台湾人民越来越远 最后就会发现他不一定问题出在台湾人民不爱他 而是他根本完全不符合台湾人民的需求 朱立伦非常努力的想要在后将启程时期 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但是呢第一 没有人知道朱立伦的道路到底在哪里 现在最明显的道路反而是结合地方的派系 结合地方的黑金 前绿还是前蓝 在这个政党当中也看不到 他能够带给台湾人多大的经济的动能 甚至未来国家的发展 其实都完全看不到 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政党其实沉船只是迟早的事 那国民党现在就看最后一个沉船的人 那个驾驶到底是韩国瑜 还是郭台铭 还是朱立伦 国民党2022大选会整合或分裂 党主席会不会诸下韩项 成为网友乐意焦点 记得陈慧中采访报道 好来看到韩国瑜在朱立伦发签字文的同一天 宣布第二季韩先生来敲门的影片重磅回归了 网友的按赞分享数已经远远超过朱立伦的签字文 底下网友更是一片流言力挺 显示韩国瑜的高人气 那么是否意味韩国瑜在2022大选前真的准备付出了吗 也留下许多想象空间 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其他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我们下次再会 等一下先别走开 提醒你要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精彩新闻议题